因為這一整年也有很多的在工作上幫助我的很多的一些好朋友 那也希望可以這樣這麼好的事情跟他們分享 那因為中秋節到了嘛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好的禮物可以送人 所以我就訂了一些月餅 然後今年有幫助我很多的朋友我就送他們這樣 第一次 剛才第一次做月餅 蠻好玩的 我以前高中讀書的時候是學西餐的 比較少做甜點烘焙是吧 是 我覺得這個活動很好的一點 就是說他們其實這些憨兒他們是一些好像是在社會上受幫助的人 可是其實呢我覺得我們的這樣子的一個行動會讓他們知道說他們是被需要的 那我覺得當一個當我們是被需要的我們就會發現我們的價值在哪裡 我覺得建立他們自己的內在信心跟建立他們內在的價值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當然我們不只是在金錢或是處理上面的幫助 我覺得我們也得到了一個很實質而且很棒的一份禮物 對 有啊有啊 蠻嚴重的 大家那個照片都看到蠻可怕的 叫他多煮幾顆雞蛋 這是一個偏方啦 那小時候 小時候的小男生打架的時候回家都用雞蛋敷在眼睛上 所以就是小時候覺得蠻有用的 我不知道長大應該還是蠻有用的 對啊對啊 應該有好一點啦 對對對 對啊 那你有幫他呼呼 我幫他呼呼 我有安慰他啦 安慰他 對啊 現在還在想耶 還沒有想到要怎麼過 那應該也是會希望可以跟家人吧 跟好朋友一起過程 兩個人都有時間 當然希望可以一起過程 對 對 生日希望有一點驚喜啦 所以就想說期待會有什麼樣的驚喜